各位加油平安 今天我们在庆祝主选节 这个节日呢 其实是我们的节日 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边有没有来自犹太人 有没有犹太人吗 没有 我们都是从外邦人 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是从本来不属于天主的一个子民 然后因为经过了信仰 经过了受洗 我们才形成天主的新的以色列 不是旧约的以色列 我们是新的以色列 新的选民 经过了信仰跟受洗 所以今天主选节 这个是我们的节日 为什么今天的礼会特别提到 那个外邦人会信耶稣基督呢 因为在这段福音 从起初很多教父解释这段福音的时候 他们在这三位显示门 看见了第一批来朝拜主耶稣基督的外邦人 他们来自东方 他们不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去朝拜主耶稣基督 而且他们朝拜的方式很特别 所以非常的特别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我们先可以看到今天的第一篇图经 以色列尔仙基督的预言 他好像亲眼看过他们往耶稣基督去带这些 比如他提到广经还有如香 那福音又提到墨药 广经代表什么 你们知道吗? 所以黄金代表耶稣的王位 然后如香代表什么 我们会像谁像如香呢? 或者像是会烧如香呢? 如香在圣经很多地方跟祈祷会连起来 比方说在启示录、末世录 他说有很多就是在天堂的圣人们 他们的祈祷好像如香 那那个香味会上升到天主面前去 所以如香代表 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心 祂是天主 我们才向祂献上如香 那墨药呢? 墨药到底是什么? 你们知道墨药是什么? 不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墨药是一种植物 是很苦的、苦苦的 像人生一样苦的 然后呢 这种植物有时候会用到 比方说他们那时候有一些民族 把那个实体会 会想办法保存起来 不要让它腐朽 所以他们会用到那个墨药 所以墨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忍性 可以受苦又肯 会经过死亡的忍性 所以我们有耶稣的天主性 耶稣的忍性 还有耶稣的王位 黄金如香模样 所以一三叶先知的预言 在我们今天的福音 有看到他全部都应验了 然后呢 圣保禄在第二篇读经 他说 这个奥秘呢 天主好像曾经 没有向任何人启示过 什么奥秘? 他说外方人也要一同犹太人 好像加入了天主的选民 经过信仰 经过受信 他们一定要得救 现在对我们来讲 这个本来就不是什么奥秘啊 我们刚刚说啊 这边没有什么犹太人 我们都是外方人 可是我们也是属于天主教会 我们也是属于天主的选民 所以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奥秘 为什么圣保禄那时候 会这么强调呢 我们可能要是回到当时的这些第一批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 在他们的想法里面才可以了解 你们想一想他们从小就被训练 他们的整个信仰就是按照旧约法律 每次的法律 他们知道他们是全人类唯一被天主特权的民族 所以他们自己有非常的 就是这种 就是什么 优越感 优越感 谢谢 优越感 他们有时候 这种优越感也会 就是会造成一些问题 他们会看不起别的民族 而且很明显 他们就是真的会看不起 然后好像我们现在的那个鬼教呢 他们说只有我们能够上天的 没有信我们的教的人 全部都要下地狱 所以因为你们可以下地狱呢 我们也可以随便杀别人 反正你们都不是那个阿拉的子民呢 所以到现在还是有一些灶牌 那个鬼教的灶牌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们就是走到极端 当时呢 那犹太人其实也有这种的 这种想法 就像那个法利塞人呢 他们自以为是唯一要得救的人 那其他的呢 连老百姓都是看不起他们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 然后说 我不只是犹太人的墨西亚跟救赎者 我是全人类的墨西亚跟救赎者呢 有一些他们真的是很难接受 如果你们记得第一次圣国祖 到外邦人的家里去给他们收集的时候 其他的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反应如何呢 你们记得那段圣经吗 有一个属于罗马军队的人 好像是非常的虔诚的一个人 都会就是帮助穷人啊 每天祈祷 虽然他不是一个太人 可是他信天主呢 然后他有一次 有一位天使显现给他说 你要送一个人到某某地方 然后找一个西满伯夺 叫他来 他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所以他就 他一个人去找伯夺 伯夺来的时候呢 他就给他收集 他们也已经圣神了 圣神将来在他们身上 所以那时候圣伯夺说 我现在才明白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只献你犹太人 外邦人也可以接受 你看他们跟耶稣在一起 好多年看到耶稣实在是 可是他们到那时候还没有明白 外邦人也可以得救恩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其实他们有很多 真正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圣保路的很多书信当中 他一直在讲 有一些信耶稣的人 已经信耶稣的人 可是他们一直想要让外邦人 也信给遵守旧约的法律 所以他们说可以受请没关系 可是你们还要遵守每次的法律 所以要男生要受隔离 你们要全部的法律都要遵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批信天主教的 信信耶稣基督的 来自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呢 他们得经过一些考验一些调整 才明白天主的情况 所以教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召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 在圣经呢 耶稣上面的大公会议 所有的中途们跟另外一些人 然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决定说 对外邦人啊 我们不要要求他们遵守法律 只要要求两件事情 一个不要参与 不要分享 他们献给协定的那些食品啊 那些东西 好像就是用来败败的一些东西 你们不要吃 他们说第一个 第二个是要避免那个建议 不可以同居 要不可以怎样 所以只有这两件事情 其他的都没有 那么 关于这三位显示人呢 他们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 他们来自东方 福音没有说他们来自哪里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他们讲哪一个语言 然后呢 他们看到一颗心 一颗心出现 然后其身往耶路上去 他们的路程是多久呢 有没有人知道 他们走的路要多久 大概 三个月吗 三年 三年 为什么三年 要走那么久啊 我们有一个细节 让我们大概也知道 佩洛不是询问他们 很仔细地询问他们说 那颗心出现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然后呢 他们 离开他的时候 他生气 因为他没有回到 他那里报告呢 所以他就吩咐把 白利肯跟附近的 两岁以下的小孩子 全部都要杀光 请问一下 为什么是两岁以下呢 因为他 询问的那个时间 大概是一年半两年 所以他可能为了确定说 两岁以下全部都要杀 所以我们可以猜 他们的路程其实很长 而且 那时候就是要做那么长的一个 的一个路程是非常的危险 也非常的辛苦 你在半路 晚上就天黑了呢 那要睡在哪里 那什么浴馆呢 那就可能要在路边睡 然后要吃什么 你不可能带那么多的食品 就会坏掉 然后 耶稣当生的时候也是冬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非常非常的热忱 去寻找 这个要当生的墓西 然后呢 他们怎么知道 他就是犹太人的王 因为我们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 一个一颗一心出现 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看到这颗心出现的时候 我们猜在某某国家 有某某人要当生 这是好像 连接不起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是怎么知道 耶稣的当生呢 也许是天主 启示给他们 也许是在他们自己的 一些古老的书 他们的一些传统 宗教的传统 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在别的民族 天主也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有一些民族 他们有类似密缘的 光与耶稣新出 像古罗马 古罗马的一些庙里面 有一些女 教你怎么讲 女神吗 不是现在的女神 是当时的一个好像 神父那样子 可是他们是女的 处女 然后他们有时候 也会发一些密缘 那很奇怪的是 有一些女人非常的卷 你说这个是谁 是魔鬼吗 应该不可能 有时候是魔鬼 有时候是天主 所以古罗马也有一个 光与耶稣的这种运言 很有趣 你看到的时候 你念的时候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很清楚的是 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不怕什么麻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种态度 谁的态度 谁的态度 就是自己可能 跟亲师们的态度 他们对于圣经非常的熟 被问的时候 马上说 墨西亚要在北地坑出生 可是他们有趣吗 他们离北地坑两三天 就不用走一年多两年的路 可是他们有趣吗 完全没有趣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态度 有时候是跟那个闲事们 比较相似 那我们自己要反省的是 我们对于外邦人的 我们对外邦人认识耶稣基督 有什么态度 不用开 我们是不是很积极的去让 还不认识耶稣的这些人 认识祂呢 接近祂呢 我们是不是会注意到 在我们心中 天主的一些征兆的一些 经浩的一些启示呢 有时候天主会在我们的心中 讲一句话 你要做这个 或者不要做这个 我们是不是会注意听 天主的这个声音呢 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 从这三位显示文学习 今天让我们恢求他们 还有我们所天上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 继续为我们代表 把我们的信仰传给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